各位,今天是2021年7月22日,香港第一个狮子会创立于1955年,其后多个狮子会相继地在香港成立, 而国际狮子总会就是1960年批准成立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港澳303区, 时至今天2021年,香港一共有95个狮子分会,有超过2200个狮友。 今天是2021年7月22日,也是2021年至2022年到第一次例会的职员就职典礼, 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时候和大家讲一下香港特区中央狮子会是如何成立, 和他的命名的背景。香港特区中央狮子会是在2000年9月18日创立的, 成立典礼就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剧院。 回顾过去过去很多年,香港的身份还是一个英属的殖民地, 我们是叫做殖民地的居民,所以能够叫做中国香港的狮子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到了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我们真的有一个身份,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狮子会。 所以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当然是很长的这个名字, 所以就简称为香港特区狮子会。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名字,叫做中央狮子会呢? 中央又怎样来呢? 首先,中央是一个位置,地理上的位置,是中心的地方,是适中的位置, 即是四周上下左右,距离相等的位置, 这叫做中央。 在经典上,在《诗经秦峰》,我们听到, 数由从之,远在水中间, 或者是孙子都说,欲近四房,莫如中央。 即是中央是四个角落,都是这么近,或者这么远,距离相等。 中央第二个演绎,就是一个功能的意思, 在意识里面,中央是一个集中点, 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地方,是一个人心的集中点, 人流的集中点,最人才的地方,或者最物资,最信息,服务,力量等, 是集中在那里。 这个点,就未必是四方,白面都是距离相等, 但是在人的心中,就认同了这个地方, 集中了所有物资,人流,信息,力量的地方。 譬如在韩非子就说,是在四方,要在中央。 即是厄要的地方,就是在中央。 地形分译也说,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与路之所回也。 即是全部的东西是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叫做中央。 第三个意思是一个功能的意思, 中央是一个社会的高处,制度的制高点。 例如,也有古书那样说, 四方为神民,中央为主君。 即是主宰,是牵动四方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或者是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陈毅的组员曲都说,停车组员路,既从前,人民革命,中央层住。 中央是一个厄要的地方。 你拆开来说,什么叫中? 中就是四方上下两端,距离相等,在当中。 中就像中文字一样,上通天,下通地,中灌人口。 这就是中。 邵康哲也说,手起于中,中即天地之心。 兽康哲说,天地之本,起于中乎,子乾坤变,而不离乎中。 天地变,但是中间都是不变。 为什么不变? 因为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是不变。 人居天地之心,心居人之心。 日中则胜,月中则刑,故君子贵中也。 所以这个中字是非常之重要。 心为太极,而中之极就是中间,就是心。 大宗之为也。 所以亦之中,就是亦经。 亦是非中间之中,是中正之中,是正直的意思。 是中间,不偏不矣,是正直的意思。 大宇幕,在北京的大殿里面有一个画额,叫做允执席宗。 大宇幕里面写了这16个字,被语为是中国的心法, 瑜伽的心法。 人心为伪,道心为味,为精为一,允执席宗。 终终是代表有形空间,位置的中央。 亦是指无形世间的中和,中正,或是适中。 所以,集中,就是能于有形和无形之间,不偏不矣,洞察微矣, 驾驭六极。 六极,即是前后左右,上下,即是六方。 好了,讲一下央, 许慎写说文解字, 他说央正立的人, 好像是大字, 组合门框的门字, 人就站在门中间, 也是中心,即是当中的意思。 但是央有很多的意思, 除了是中心正宗, 也是代表了完尽了结。 好像是未央生, 夜未央就是未完结。 或者很久远, 或者是禾害, 和央和央和央的央字都相通。 或者是央求, 狠求, 托求, 或者是广大, 央、央大国的央字, 也是相通的。 是广大鲜明的意思。 所以央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中央可以是很厄要, 很险要, 体积很少, 但是能量很大, 是一个奇点。 奇点就是小到你不能再小, 但是能量大到很大。 虽然这么小, 但是一刹那间, 可以放大爆炸, 变成无限大。 由无限小, 变成无限大。 就像大爆炸, 一个这样的意思。 宇宙就这样成为了。 现在, 由无限小到无限大, 又变回无限小, 又变回无限大。 就像古代哲学家所说的 咸美蛇, Oloboros一样, 是自我吞食的。 无限大, 循环不适。 又无限大, 又无限小, 又无限大, 又无限小, 循环不适。 就像世间所有的事一样, 都是循环不适。 说完中央, 我们要讲讲狮子会。 狮子就是lions, 简写Lions, L代表Liberty, 自由。 I是Intelligence, 智慧。 O是R, 即是我们的。 N是Nations, Nations。 记住, 你看看, Nations是有S, 而是S后面, 即是我们, 国人, 国家, 民族, 不只是我们这个国家, 而是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民族。 S是Safety, 安全。 所以Lions, 除了是智慧, 自由, 亦是讲我们国家民族的安全。 安全是来自我们的智慧和自由, 亦是因为我们有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有自由和智慧。 最后, 狮子会的大口号就是We Serve, 英文就是We Serve, 中文就是我们服务, 但我们服务是什么呢? 中国人有一个更好的话,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不用说谁做, 但是我们为的是人民服务, 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呢? 因为是有一个的期望, 有一个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这个也是狮子会向前奋斗, 向前迈进的目标,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就是香港特区中央狮子会的初衷, 的初心, 和成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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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成担。